1.新梦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林彬 欢迎你们继续收看《圣经好好听》 这个茶经节目 希望大家愿意每一次花大约十分八分钟的时间 与我们一起查考圣经 一起言读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芷珊 再一次重复我们做这个茶经节目的目的 是为了提高弟兄姊妹对茶经的兴趣 希望直指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的认识 也藉着茶经和言读神的话语 使我们更加明白他的心意 更加愿意亲近他 林斌啊 今集我们开始进入俄巴底亚书的第二课了 是啊,上次我们查完俄巴底亚书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讲到耶和华神透过俄巴底亚先知 预言他要兴起当时好几个国家 去攻打以东国,使他灭亡 而其中一个神要惩罚以东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太骄傲 我记得,在上一课我们也提到 当时的以东国认为他有四个靠山 所以什么都不用怕 他因为这样而引以为傲天 这四个靠山就是住在很高的地方 有丰富的财保 有盟邦很有照应 以及他的人民有智慧有能力 不过最后证明这些都含乱不可靠 以东人除了因为骄傲而招离神的懲罚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一起看俄巴底亚书的第十和十一节 俄巴底亚书第十和第十一节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 羞愧必遮盖你 你也必永远断绝 当外人劳略雅各的财物 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 为耶路撒冷尖溝的日子 你竟站在一旁 仗与他们同伙 经文提到兄弟雅各 他是代表当时的犹大国 而耶路撒冷 大家都知道的了 是犹大的京城 这一段责备的说话 讲出为什么耶和华神 要灭绝以东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欺负神的子民犹大人 当敌人攻打犹大的时候 以东人竟然顾念兄弟之情 袖手旁观 至于雅各 即是犹大被劳略 耶路撒冷被攻占的这一段历史 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是指在主前的587年 至到586年 霸被伦人围攻耶路撒冷 引致犹大国灭亡 颠溝的意思是 敌人分配劳略得来的战利品 当时以东人站在一边 袖手旁观 完全不念兄弟之情 以东人怎么只不帮犹大人 经文最后一句说话更加指出 他们甚至反过来帮那些仇敌 去迫害神的子民 你说得很对 跟着下来的十二至十四节 神透过先知 额巴底亚 很仔细地列出以东的罪行 在三节的经文里面 总共出现过八次 离不当这三个字 语气十分之重 不如我们一起看一下 以东人当时做了些什么 不应该做的事 令到神这么生气 紫山先帮我们读第十二节的经文 好 额巴底亚书第十二节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 你不该登眼看着 犹大人被灭的日子 你不当因此欢乐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说狂妄的话 在这次经文里面 就已经有三个不当了 不当登眼看着 不当因此欢乐 以及不当说狂傲的话 先知指责那些以东人 当犹大人遭难秘劳 当犹大国被灭亡的时候 他们竟然袖手旁观 行灾乐祸 说狂傲的话的意思是嘲笑 以东人怎样嘲笑犹大国的子民 一起看诗篇的一百三十七篇第七节 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第七节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拆毁 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欧 求你纪念者受 由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当巴比伦攻打犹大国的时候 以东人竟然站在一边 欢呼立喊 拆毁 拆毁 恨不得将耶路撒冷移为平地 客气点地说 他们是无同情心 严格地来说 他们简直是冷血 所以 根据俄巴底亚书第五节的讲法 以东将来得到的报应 就是被囚敌洗劫一空 好了 我们继续看 俄巴底亚书的第十三节 俄巴底亚书第十三节 我闻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登眼看着他们受苦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这一节经文提到另外三个不当 即是说他们不应该做的事 第一个是 不当进他们的城门 第二 不当登眼看着他们受苦 而第三 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先知责备的以东人 不单只见死不救 还趁火打劫 以东国在死海的西南边 是犹大国南边的邻居 根据历史的记载 当犹大国被打败的时候 以东竟然乘机侵占了 犹大最南边的地方 至于以东的这种行径 是会得到什么报应呢 俄巴底亚书的第六节 说以东的财宝会被人抢到清光 至于先知还有什么责备的说话呢 最后的两个不当又是什么呢 一起看一下俄巴底亚书的第十四节 俄巴底亚书第十四节 你不当站在叉路口 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囚的 最后两件不应该做的事就是 不当剪除逃脱的 不当将静下的人交付囚的 才指责以东人在犹大亡国的时候 他们以不人道的手法 对待逃亡的人 以东人剪除逃脱的 即是将走难的犹大人杀死 或者将他们交付囚的 出卖同胞 出卖骨肉至身 真是不要得 所以根据俄巴底亚书的第七节 以东人将会得到的报应就是 他们会被盟邦好友出卖 以东人这样做 真是罪有应得 完全不值得可怜 我们看元耶和华臣 要降聚给以东人的原因之后 今集就停在这一道 大兄姐妹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